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俄乌战争持续近9个月 乌克兰指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新一轮导弹攻击 重创能源设施 造成大规模的停电 全国有700万户没有电力供应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攻击中 有波兰媒体宣称 一枚怀疑是俄罗斯发射的导弹 在昨天落入波兰境内 一个靠近乌克兰边界的村庄引发爆炸 造成至少两名村民死亡 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第一颗落入北约成员国领土的导弹 就连几十年前 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期间 都不曾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事故 迅速引起全球关注 而事发之后 波兰政府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及国防事务部长委员会会议 决定提升部分军事单位至备战状态 而正在印尼巴里岛出席G20峰会的领导人 也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召集下 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这起事故 由于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之一 这次行动是触动北约第五条公约 引发外界关注 那北约第五条公约规定 任何一方对成员国发动攻击 将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 如果证实俄罗斯是故意把波兰当作是目标 一旦北约同意启动第五条公约 就有可能将北约30个成员国卷进冲突中 不过克里姆林宫随后否认攻击波兰 并指波兰媒体和官员的有关报道 是在蓄意挑衅故意让局势升级 俄罗斯军队没有在有关地区发射任何导弹 波兰媒体报道的照片当中的导弹碎片 也不属于俄罗斯武器 所以拒绝承担责任 直到目前为止 北约所发表的声明措辞都相当谨慎 没有明确表明将导弹爆炸视为俄罗斯的袭击 美国总统拜登初步认为 造成波兰两人死亡的导弹 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射的 但是他们会继续调查 而美联社引述美国官员声称 初步调查显示 很有可能是乌克兰军队 要拦截俄军攻击的时候 所发射的导弹 落入了波兰境内 才引发事故 昨天晚上 波兰临近乌克兰边境的村庄 普泽沃多夫陷入一片漆黑 只剩下消防车的警示灯 和穿行车辆的车尾灯 在黑暗中闪烁 美国情报官称 俄罗斯狂轰乌克兰的导弹 引发大爆炸 多个地区停电 还有两人不幸丧命 然而波兰总统杜达表示 目前没有具体的证据 能够证明谁是肇事者 不过他已经就此事 与美国总统拜登对话 而拜登承诺 将会全力协助波兰调查导弹事故 至于被俄罗斯重点袭击的乌克兰首都基辅 全国有超过700万户家庭面临停电的窘境 消灿人员只能摸黑收拾残局 多辆消防车也在现场待命 乌克兰当局表示 俄罗斯在这场袭击发射了近100枚导弹 是近9个月暂时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 多个城市遭殃 15个能源设施受损 尽管俄军袭击已经暂停 但当地民众还是心有余悸 这次的袭击也影响乌克兰另一个邻国 摩尔多瓦 由于主要电缆被导弹击中 当地多个地区处于停电状态 在首都基西那乌 因电缆巴士无法运作 民众只能合力推车启动发电机 尝试让巴士重新运作